各位World Show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一個複雜故事的電影導演 周冠偉 我中學時有一段反叛的時間 那段時間其實不想讀書 對教育制度有很多不滿 那段時間, 人很孤獨 陪伴我最多的是電影 我總之做一些關於電影的事 我已經很滿足 一個感覺就是電影給了我很多東西 我會這樣形容電影是我的生命導師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一個複雜故事》 是我第一套的長篇電影作品 其實這個機會也等了很多年 很幸運, 《一個複雜故事》 找了很多專業演員 有Danny姐、葉子閒、學友 我選《逆書》這個小說去改編 我覺得這個題材 你問我很吸引的, 就是代母 代母其實在香港電影裡 其實還未曾拍過 是一個劇情片 是一個說人與人的關係 心理 我覺得這個題材很複雜 如果說這個作品是一個學習的時候 這個也是 他就在香港電影劇 robot 我們在香港電影返路 有更多份人的知識 我們在香港電影 這個社會 神經濟大利 也許有很多人的現象 我們在香港電影 都沒有發展 說的 最重要的 做 你 在台灣電影 veil 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